转眼第二天 上夜班的小卷毛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带来了 打算也让儿子见见世面 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都不动了 场面很是尴尬 小卷毛突然想起黄金屠板 带着儿子来到仿古埃及陵墓 发现黄金屠板果然不见了 原来黄金屠板被几个以前的夜班老头藏在了仓库 几个老头刚过来准备偷走 还好小卷毛父子事先赶到 小卷毛告诉儿子 把屠板中间的那块转一下 他很是听话的用手一扒了 复活了博物馆里的所有占品 然后夹着黄金屠板就跑了 小卷毛心想就对付几个老头 我不手拿把掐呀 万万没想到三个老头都学过五连编 小卷毛只能趴地求饶 三个老头制服了小卷毛赶忙出去抢屠板 正好让白老头逮个正着 顺便把他俩锁在了里面 为了躲避两个狗头仆的追杀 小卷毛放出了埃及法老 埃及法老果然好使 一声喝退两个守卫 没想到法老还是个小帅哥 有了小法老的帮助 事情就好办多了 小卷毛告诉所有人 是因为有小法老的黄金屠板 才能让你们每晚都复活 所以一定要把黄金屠板抢回来 小卷毛开始指挥分配 安排好他们各自搜查的区域 所有人并肩作战开始行动 一般人抓住了黑盖 一般人抓住了矮胖 又派出去几般人开始围追白老头 很不容易的也把白老头抓了回来 抢回了黄金屠板 小法老念动咒语 所有的动物开始集结 一起返回了博物馆 小猫猴也及时的表达了心中的喜悦 干得不错兄弟 一个大人类子作为奖励 第二天经理很是盛气 新闻里播放着 昨晚雪地上发现了暴龙足印 还有人拍摄到 原始人在屋顶玩火 把钥匙收了回来 准备让小卷毛回家 但一出门 没想到 这反而让博物馆里的人气爆满 经理嗨嗨一笑 把钥匙又还给了小卷毛 小卷毛每天晚上 带着博物馆里的所有人狂欢 天天开party 好了 我是木子李 咱们下期见